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20多天前 是根据韩国语说的 这个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有五个教授到了他们高雄 当命给他提出了这个邀请 邀请的主要就是想让他到哈佛大学讲一讲 就是说2018年的台湾选举 对这个台湾接下来的民主政治的影响 主要是想让他去讲讲这个东西 那么呢 刚刚呢 应该是晴天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AIT 这个呢 负责人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叫丽英杰的 他呢 就专门跑到高雄去 而且约上了高雄市的这个台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分处的处长 欧宇修 他们几个人呢 就专门跑到呢 这个韩国瑜呢 办公室啊 向他了解呢 就说 他这次啊 到美国啊 这个哈佛大学访问的事情 同时呢 他还问到了就说 韩国瑜就说呢 呃 他当选高雄市长了 接下来这四年的啊 比如说这个施政的纲联和目标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还问到了他到美国除了去哈佛大学 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没有吧 同时呢 还问到了韩国瑜 对这个两岸政策的一些看法 当然说 除了这个哈佛非正清研究中心 去邀请他去访问赢奖 除了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去拜访他 之前呢 还有新加坡的 在台协会 以及呢 后来的日本在台协会 包括韩国瑜说呢 接下来还有这个墨西哥的在台的一些协会 多会去拜访他 或者说已经拜访过他 从这些现象看啊 那么韩国瑜当选这个台湾高雄市市场以后啊 不但啊 引起了台湾内部很多人的关注啊 引起了对岸中共政权的关注啊 同时呢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啊 当然说到目前为止 你要说他这种韩国瑜现象 受到了西方社会的追捧 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啊 就是呢 他这个人呢 但是至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这种一个关注啊 就是说呢 韩国瑜在西方的国家的新务当中啊 在他当选高雄市市场之前啊 其实呢 是没有那么或者说没有怎么引人关注的啊 他以前毕竟也不是像比如说台湾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他们党内的一些长期执政的一些地方执政也好 在整个台湾执政也好 他们的一些大佬啊 在这个西方这个国家的新务中啊 比如说尤其是在美国的这种这个政府的新务中 像这个国民党那些呃 政治大佬也好 民主民建党的一些政治大佬也好啊 包括无党籍的比如说这个柯文哲这些人也好啊 美国是一直都比较关注的啊 他们曾经呃 在台湾的不同的部门 在不同的地方执政过啊 在党内也好啊 在这个政府部门 行政部门也好啊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在关注 但是呢 韩国瑜呢 在这个之前呢 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受关注的地方啊 他无非呢 就是说曾经也当过几任的立委啊 也当过一任的原来台北县的议员啊 所以说呢 呃 包裹呢 他呢 在一二年的时候呢 后来出任了一个台北农场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啊 所以但是这些东西呢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好 对于西方其他的国家政府来说也好 那么韩国瑜还不是一个他们在关注的人 或者说还不是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人啊 但是呢 自从这次韩国瑜突然冒出来啊 要竞选高雄市市长 而且居然竞选成功了啊 而且在台湾呢 刮起了一股寒流现象 你说是韩国瑜现象也好 寒流现象也好啊 但是确实啊 现在包裹台湾岛内 我前面说过了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还是其他的各个政治派别啊 现在呢 对韩国瑜呢都非常关注啊 呃 包裹对岸的这个中共当局也是一样啊 那么说明就是说 西方国家的这些政府啊 这些人员已经认识到 韩国瑜这个现象 已经是一个不得不去关注啊 不得不去重视的一个现象啊 他居然能够啊 在这个高雄 民进党执政了二三十年的啊 这么一个铁票窗啊 就是人们俗话所称的绿地啊 他属于绿营嘛 地盘嘛 属于一个绿地啊 居然被这么一个 以前不管是在国民党也好 在其他的地方也好 不那么引人咒目的一个韩国瑜 跑出来居然被他心翻了啊 他参与高雄竞选以后 居然把高雄的候选人 陈启麦给打败了 而且呢 相差十五万多票 啊 当选高雄市市长啊 所以呢 他呢 不但在这个岛内刮起了一股 寒流现象啊 所以在这个 呃 中国大陆也好嘛 在美国政府的心目中也好嘛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必须需要 关注的人了 啊 以前不了解 那么现在至少你要去了解他了 甚至很多人说 这个韩国瑜势头这么猛啊 来势这么凶啊 是不是有可能他也要竞选这个 2020年的台湾总统是吧 至少说即使不是2020年竞选总统 那么他以后对台湾这个政坛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崇律师您知道在去年呢 台湾进行了一次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韩国瑜是大败陈启麦 所以引起了很多啊大家的关注 那么我对您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 您说的寒流或者说韩国瑜现象呢 首先啊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啊 我前面也讲到了 韩国瑜啊 韩国瑜啊作为这么一匹中途突然杀 出来的这么一匹黑马啊 在2018年的台湾九合一啊 地方县市长选举当中突赢而出啊 打败了他的对手陈启麦啊 把这个高雄这个民进党长期霸具的这么一个地方 从绿地变成了蓝天啊 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的蓝眼的啊 他就从绿地把它变成了蓝天 确实是有许多可圈可顶的地方啊 因为他刚出来竞选的时候啊 很多的人确实对他是不怎么看好的啊 包括他所在的国民党内部也是啊 只是觉得他这么一个人啊 有这么一种冲劲啊 那么大家就推他出来啊 你去高雄选那你就去选一选吧 其实我在想包括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好 其实并不对韩国瑜抱有太大的期望啊 只是觉得你在那边折腾一下啊 有好的结果吗 当然更好 没好的结果吗 也无所谓啊 包括这个民进党这边来说 他们也根本当时没有把韩国瑜放在银里啊 当时包括这个蔡英文也好 民进党的其他大佬也好 觉得就是说他们推出陈启麦啊 竞选这个高雄市市长 那是就是说铁定的能拿到这个位置的啊 所以在大家多是这么一种想法的情况下面 韩国瑜居然是从 2018年的4月份啊 这个宣布竞选这个高雄市市长 而且也是4月份才把他的户口 我们中国人讲的户口 从这个台北清到了高雄啊 他扭扭不住在高雄的啊 你要竞选高雄市长 必须不是说你的 你这个户口必须是在高雄的啊 他通过自己呢 各种各样的你说 发动这个网络公事也好啊 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造势的做法也好啊 但是最终他赢得了这个高雄市市长的选举啊 所以是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啊 韩国瑜呢 我认为他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是不错的啊 他至少赢得了这个选举啊 那么对这个大家所讲的这种韩柳现象也好 韩国瑜现象也好 在讲到这个之前啊 那么我们新要就是说 确定一下 他这种现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至少从2018年一直到他当选了 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过 比如说在台湾 比如说在大陆啊 那些媒体也好 或者说其他政界人士的评论当中也好 并没有发现就是说 有人对他这种现象进行一个 比如说定义啊 或者说定位吧 大家只是说哦 一种韩柳现象 刮起来一种韩柳现象啊 这么说啊 我认为啊 韩国瑜现象啊 其实是一个呢 顶型的 中国式 乱式出英雄的这么一种现象啊 这是我对他的一种定义啊 可能也是我第一个对他这种现象的 给出的一个说法啊 就是一种呢 中国式的 顶型的 乱式出英雄的 这么一种现象啊 台湾怎么会是乱式呢 对不对 台湾不是建立了民族 政治这么一种体制吗 对不对 都已经政党轮替了 也这么多年了 又没有发生什么内战 又没有发生其他什么大乱 大家会觉得说台湾是一个乱式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淡 其实我觉得说台湾乱式呢 是比较 也是比较准确的 我是从哪几个角度 说他现在是一个乱式呢 第一个 台湾最近这么十几年来 他的经济呢 处于一种品质的状态 所以呢 从这个国民来说 从这个各个地方的这种市民也好 农民也好 各个社会群体来说 大家对台湾的这种经济的发展 都是不满意的 你说打不到听路人员的这个程度嘛 那么说民生再到 也应该是有的 很多人不单单是高雄 其实包括其他的县市 包括台北多市 大家都认为 台湾这十几年的经济 真的是搞得太糟糕了 很多的地方 人们失业 工资很低 比如说高雄 高雄现在的这个 很多人的平均工资 如果说起来 大家可能都不但敢相信 如果这算成人民币 你知道有多少吗 也就是那么三五千一个月 是不是 很多人都觉得 甚至有的不觉得不敢想象 那台湾怎么会这么差呢 对不对 那么大陆现在无论这么说 即使是打工仔 是吧 一个月工资 也不至于这么低 对不对 但高雄 包括很多台湾一些落后的 姓氏区 工资真的是很低 这是我从这个 在美国的很多台湾 这个侨胞也好 同胞也好 这个嘴里亲口听说的 所以很多人在美国 这些台湾侨胞 就不愿意回到这个台湾去 包括台湾的很多人 他不愿意待在台湾 都跑到大陆去打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从这个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讲 台湾这十几年来 经济是发展是非常不得力的 非常停滞的状态 这是一个 那么从他的政治这个层面来讲 虽然说台湾已经建立了 这种政党轮替的制度 但是呢 他这个民主政治这种制度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挑战 你说包括国民党本身 跟民进党之间的这种 互相争夺也好 互相攻击也好 再加上这个大陆中共的一直以来 对台湾的不断的渗透 不断的挑拨离极 对不对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台湾的民主政治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常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 所以大家再看看每一次的这个选举也好 看看他们立法会的议会的这种质询也好 这种出现殴打的扔凳子的这种现象 都是存在蛮多次的 虽然说大家说民主社会议会 打打闹闹都是很正常的 其实台湾这种打打闹闹的 已经超出了一定正常的范围 动不动就上去上人家一个耳光 动不动就把这个凳子扔过去 真的打的是蛮厉害的 是蛮混乱的 他跟比如说跟我们现在美国的 比如说跟英国的 他们现在的议会的这种质询也好 他们现在在这种 比如说总统的竞选也好 地方的州长竞选也好 再怎么乱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还是比较少的 或者说是极少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台湾从他的民主政治这一块来说 还是不是特别的成熟 不是特别的稳定的 他还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 第三点 再加上台湾最近 尤其是民间党上台以后 又遭受到了中共的政权的 在国际上的极力的打压 所以最近这么多年来 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了这种严重的打压 国际空间不断的在缩小 很多本来跟台湾有搬交的一些国家 多被中共挖了墙角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从台湾的经济 政治 外交 国际空间 等等这些方面来看 所以我前面说 台湾 从五个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乱世 也是一个乱世 这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现象 对不对 那么在这么一个乱世呢 很容易就是说 你一个人 你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请制啊 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一种特制啊 那么你出来做工作也好 你出来选举也好啊 那么你可能特别容易 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啊 可以特别吸引人们的一些影求啊 再加上呢 这个韩国语呢 不管怎么说啊 从我个人对他的这个了解 从这个媒体上也好啊 从各个渠道也好啊 对他的了解来看啊 他至少他还是一个敢说 敢做的人啊 他呢 也有一点的 赢讲 号召能力啊 和这种 这种人际关系的整合能力啊 这些都必须承认的啊 他还具备 他的一些实干的精神啊 这些呢 是他本身具备的一些东西 对于韩国语这个人呢 那么需要简单的给大家讲几点 他这个人呢 其实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他当过军人 当过少校 当过老师 当过商界的立法委员 还当过原来台北市下面的一个市的副市长 又当过这个呃 台北这个农业厂销公司的总经理 2017年呢 他还曾经竞选过国民党的主席啊 所以他这个人呢 经历也是蛮有趣蛮丰富的 也是呢 很愿意去挑战 尝试各种东西的人啊 他第一次出名 是在1993年的5月份 那个时候呢 他是立法会委员 他呢 有一次在立法会呢 就是个并论的时候呢 跟当时也是立法院红忍的 陈隋炳 发生了争执 他呢 一下子跑过去把陈隋炳的桌子给兴翻了 而且呢 给了这个陈隋炳一拳 打了 把那个打伤了 那个时候呢 93年的时候呢 陈隋炳刚好也是这个立法院的红忍 所以呢 而且打住院 所以在这次呢 这个争执当中呢 这个韩国也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多人的关注 所以第一次他的出名是在这里 2001年啊 他呢 因为竞选这个立法会啊 不分区立委啊 就台湾所说的不分区立委 他呢 就失利 失利呢 他就暂时退出了这个政坛 2001年啊 退出以后呢 他就跑呢 跑到他老婆的家乡 就是台湾的云岭姓 跟他老婆两个人呢 办了一家呢 这个呢 双鱼学校啊 因为他的老婆是云林人 他的老丈人 据说在云林呢 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大富 他就跑过去 就不当了 这个立法会他也不干了 就跑过去 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呢 他又跑出来了 当了一年多的 在台北县的下面一个叫 什么市的一个 当了一年多的副市长 后来呢 他觉得当怎么没当怎么好 又跑回去 办学校了 是吧 一直到这个2012年 当时呢 他就出任了这个台北 我前面讲到的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单位啊 他呢 其实是一个公司 公司合影的单位啊 既有政府的股份 又有民进的股份 但是呢 据这个各方的报道来说 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是一块大肥肉啊 是各派都争夺的一个匪区啊 所以影响也是蛮大的 所以韩国瑜呢 据说是借助他岳父的这种影响 然后呢 通过当时这个 他这个老婆家乡云岭县的一个请县长 叫张荣卫的 这么一个人推荐 就做了这个台北农产这个营销公司的总经理 而且呢 后来呢 这个 柯文哲 当了这个台北市长以后啊 继续留任他 做这个台北农产这个营销公司总经理啊 因为我前面说到 这个公司是公司合影的 同时他也是归台北市政府管的 在这个当这个农产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起经 那么韩国瑜也经常会 在这个台北的议会啊 跟这个柯文哲一起 接受这些议员的咨询 我听了他的几次受咨询的这个视频啊 他呢也是非常呢 就是说呢 这种的 我们说他也是非常冲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呢也是 能够有一点这个 辩论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接受咨询的过程中 他呢比如说对跟这个当时到现在还比较有名的台北一个市议员 这样叫这个王世金的 这个两个人呢 就呢 有好几场这个辩论的 弄的呢就是大家呢就哄弹大哨 那就是说呢 恒博引求的啊 这么一些东西啊 所以在农场运销公司的岗位上 他呢因为这些辩论啊 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啊 而且呢 他在这个农场运销公司的这种当总经理的过程中 他经营的也非常得力啊 创收也非常不错 而且呢就是说呢 给他这个农场运销公司下面的这个管理人员也好 员工也好啊 大发奖金啊 临终啊 居然给发了 每个员工工人员给他发了四个月的奖金啊 所以呢 当然也赢得了很多的明星 大家觉得哇 这个总经理好 对不对 虽然说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这种反对啊 说他拿这个农场运销公司 毕竟还是有政府的股份的嘛 看国家自开啊 博自己的名声啊 但是呢 总体上就是大家对他的能力啊 对他这种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认可的啊 对他这种实干精神啊 那么在2017年 比如说他又竞选这个国民党男主席跑出来啊 虽然说后来呢 没有竞选上了 但是呢 也是一个呢 抛头露面的 一个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所以从这些前面的这些来说呢 那么韩国语呢 他有他个人的一些特质啊 他有他个人的一些这个能力啊 所以说呢 他呢 在这么一个前面所说的 我所说的台湾这么一种 相对我所说的这么一种乱世的情况下面啊 再加上韩国语这么一种个性特质 在2018年的时候 国民党推出他去竞选高雄市市长 居然最后赢得了高雄市市长 所以呢 他这么一个人呢 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台湾社会环境下面啊 就呢 博得了很多人的引球 对不对 赢得了很多的粉丝啊 而且呢 他现在不但啊 在台湾 现在呢 随便走到哪里啊 这后面就是前夫后拥的啊 你说粉丝也好 媒体也好啊 他现在是不管走到哪里啊 多是呢 就是那种正式啊 看起来都是很夸张的啊 那种 所以呢 他现在不但在台湾岛内 很受欢迎啊 很受关注啊 在这个中国大陆啊 也有很多的人很欣赏他 很关注他 周先生 您的分析啊 比较独到啊 是乱世出英雄啊 韩国瑜确实与众不同 因为他演讲的风格 比较轻松幽默 同时呢 他提出的口号啊 也比较简明 比较接地气 特别是经济这一块 比如说高雄市又老又破等等 都非常抓眼球啊 但是呢 也有人对韩国瑜啊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就认为了 他因为提出了一些主张啊 跟蔡英文啊 这个不一样 比如说跟中共怎么合作 怎么打交道 所以有些人认为了 韩国瑜啊 就是中共在台湾的接班人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呢 对这一点呢 我倒的不是很赞同的啊 其实这个网络这个传言也好啊 甚至说在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也好 都曾经发表过啊 认为了韩国瑜这次竞选上啊 也是呢 中共一些五毛党在后面的推波助澜的一些作用 包括在这个韩国瑜竞选期间啊 台湾岛内的一些媒体啊 一些预论爆出啊 说韩国瑜啊 曾经在这个大陆的北京大学官法管理学院博士班 赌过书啊 上面有他的名单啊 甚至还有人说呢 中共曾经资助了 这个韩国瑜 十亿的人民被 让他去竞选啊 多有啊 各种各样的传言了 多有 那么对于就说呢 说这个韩国瑜啊 曾经在大陆北京大学博士班读过书 这一点呢 韩国瑜是承认的啊 但是但是很多的网络当时的一种传言 还在竞选过程当中的传言 说他是专门去接受 中共的那种专门的培训啊 就那种接班人士的那种培训啊 所以在北京大学 他说北京大学官法管理学院 都是中共的一些高杠啊 或者说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啊 那些人一起这个读书 这个镀金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呢 对这一点的韩国瑜 包括他的老婆 他多承认啊 他说我们有在这个北京大学 这个官法管理学院博士班 上过课读过书啊 但是呢 没读完 甚至连那种事业的证书都没有啊 不要说毕业证书啊 他确实有在那里上过课 这这里是承认的啊 但是说他怎么接受中共的专门培训 他说 那井子是乱书 他说对不对啊 民进党这边啊 曾起迈的一些竞选团队呢 也呢 认为了就是说 有些社会的这种假消息啊 这种 假的人摇 这种摇影啊 他说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包括说 甚至有人说什么 中共资助了他 十亿的人民被去竞选啊 这个呢 后来呢 当然大家也说 这个只需忽悠的事情 也是没有的事情 对不对啊 所以说 这个网络传言 包括竞选期间台湾的一些这种 舆论的传言 包括现在海外的一些这种民运的传言 说这个 韩国瑜啊 是中共在台湾这种新的代理人 甚至是中共在台湾的接班人 对这一点呢 我前面说了 我还是不赞同的 但是呢 有一点啊 我们必须 包括我自己 也是承认的 韩国瑜 他的主籍 是在中国大陆河南 山丘的 所以呢 作为他这个年龄的人 他是五七年出生的 作为他这个年龄的人 他有轻忠的意识 我觉得 是可以理解的 不但那是他一个人 就是很多的在台湾的 所谓的外省纪的人 多 有或多或少的这种 轻忠的意识 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理解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 轻忠不等于轻共 所以说呢 他轻忠的这种心态也好 这种心理也好 我觉得是 可以理解的 当然说 你说他有怎么样的轻共 甚至说他是什么 中共在台湾的接班人 代理人 这一点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能够证明的 那韩国瑜 跟这个马英九 对不对 他的 对大陆的这些主张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地方 有没有 尤其是他在竞选之前 包括竞选之后 一直强调 就是说他 坚持 九二共识 这是他公开说的 所以呢 从这里来讲 谈到这个九二共识来讲 那么 可以说 他跟马英九 是一致的 因为马英九 也是一直强调 认可九二共识的 这么一个人 但是 就是说 这个九二共识 到底有没有共识 也是许多人 不管是台湾 还是大陆 还是海外的民运人士 或者国际社会 本身就是 大家在争论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 其实有九二 但没有共识 这个观点呢 其实是蔡英文 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 在九二年 有那么一次双方的商谈和聚会 但是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 所以我认为 这个观点是对的 那么现在包括 马英九也好 包括韩国瑜也好 包括国民党的其他 政治大佬也好 说有九二共识 包括这个中共当局 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个九二共识 是什么呢 按照他们来说 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这个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但是不管是九二那时候的商谈也好 包括后面的 长时间的实践 这种交流也好 有到底或者究竟真的有一中各表的 这种共识吗 其实是没有的 对不对 共产党或者说中共 他从来就不认可 一中各表 你居然是可以表成 你是中华民国的 对不对 他这个一中各表 就是说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整个中国的 唯一的合法代表 对不对 这是他的 至今位置的一个 一贯的一种认识 对不对 那么包括马英九也好 包括韩国瑜现在说的 九二共识也好 包括整个国民党也好 他们说的一中各表 当然他们认为 你中共一中各表 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表我的中华民国 对不对 其实说 从实质上说 这是一种 自欺欺人也好 或者说是双方互相忽悠也好 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对不对 你说这个马英九也好 韩国瑜也好 包括刚刚前段时间 韩国瑜在这个第一次 这个高雄市议会 直选的时候 很多人这个民间党的人 就是步步紧逼的问他 这个九二共识 你到底是什么共识 你韩国瑜 你敢跑到大陆去 跟大陆官员交流的时候 你敢说自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吗 他说 包括以前这个马英九 在跟中共大陆交往的过程中 你敢跑到大陆去说 我们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表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是中国的代表 你们敢吗 你们有做过吗 他们说 实际上确实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周先生 您刚才谈到了韩国瑜 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 应该说跟马英九还是比较接近的 跟蔡英文是不同的 那么我想向您提的问题是 如果韩国瑜2020年参与总统大选 你觉得他的胜算有多少呢 到目前为止 韩国瑜也从来没有表态过 自己要参加这个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当别人问他 这次哈佛大学 邀请他去访问 包括这次美国在台协会 这个处长李英杰跑到高雄去拜访他 那么大家问他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你也打算参加这个 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 是不是也想跑到美国去探听 探听消息 露露面 对不对 这个韩国瑜呢 他是这么说的 你们都是想多了 没有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说 这是韩国瑜他自己表的态 但是韩国瑜当然说 讲是这么讲 但是他也没有说 那我就肯定不参加2020年的总统选举了 他也没有这么说过 所以说呢 而且大家从台湾的整个社会 这个情势发展来看 从这个政坛的 我们说他是政客也好 说是政治家也好 他们这种态度 甚至这种表态 很可能前面一个月是这种表态 后面一个月变了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 就我个人认为 韩国瑜 参不参加2020年的 这个台湾总统竞选 到目前为止 两种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那么 从台湾的媒体舆论 以及政界的一些人事评论来看 大多数人 认为韩国瑜是不会去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竞选的 他们的理由认为 韩国瑜逼近刚刚当上高雄市的市长 他的竞选的承诺 多还摆在眼前 就是我们所说的还在历历在目 帮助台湾高雄 这个人民摆脱这种又老又穷的 这种经济状况 所以大家认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他刚刚当选 如果他要去竞选2020年的总统 那么必须马上从现在就要开始准备 要进入状态 就是高雄那边都还没有启动 对不对 这边你又要去准备竞选总统了 所以台湾的大多数媒体 议论还是政界人质评论说 那么就有可能 那你这个韩国瑜就私信誉明了 对不对 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么多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认为韩国瑜一般的情况下 他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这是一种政治品格 这是一种人格道德问题 对不对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媒体议论 或者政界人士任务位 因为现在韩国瑜声势正旺 在台湾本岛也好 在两岸这个关系上也好 在现在慢慢的这种国际的影响也好 大家认为韩国瑜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参选台湾总统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尤其是这个泛滥的阵营 就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这种泛滥的阵营的 一些民众也好 一些其他的人士也好 他们呢 就很想比如说在这个时候 趁这个声势把韩国瑜推出来 因为在2020年的竞选当中 蔡英文是不是竞选临任 包括民进党还曾经的这个行政院院长赖清德 呼声也是蛮高的 要有可能参选这个2020年总统的 他们这个泛滥阵营认为 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国民党内的其他的一些政治大佬 他们认为有可能就是说斗不过 这种民进党也好 包括这种也有竞选这种意愿和声势的 柯文者也好 泛滥阵营的人认为 国民党那些人有可能派出其他的人 可能会打不赢这种2020年的这场总统选举 所以说他们就有可能强行要求 或者设备舆论的逼迫也好 包括国民党内部也好 可能会有那么些人 就是说霸王硬上功了 就是说要韩国瑜出来竞选这个2020年的 这个台湾总统 如果说韩国瑜真的宣布 竞选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位 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 他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呢 韩国瑜如果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 我认为他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如果说把这种胜算 按照各50%的量化对比来说 我甚至觉得他50%的胜算都没有 我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 我觉得韩国瑜 虽然说在这次高雄的市长竞选中 突然而出 目前声势也很旺 但他如果真的要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 我觉得他还没有这种实力 首先 大家都知道总统是水多想担的 不单单是曾经的马英九也好 现在在位的蔡英文也好 包括国民党内的其他的很多政治大佬也好 有很多人现在都是在服事贪担的 多想争夺这个大位 就韩国瑜来说 竞选台湾的总统大位 跟竞选台湾高雄市的市长 毕竟不是一个荡量的事情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果说韩国瑜要想参选台湾2020的总统大位 他至少首先要过国民党党内的提名这一关 但是就目前来说 有意或者说已经明确表态 要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位的 已经有国民党的秦主席 也是刚刚卸任的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他已经明确表态的 他一卸任就表态了 他要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 而且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朱立伦曾经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 一轮放住 曾经把红袖组放下来 去参选台湾总统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虽然没有选上 他曾经也有折腾过这么一回的 而且他在国民党党内也好 他当过国民党主席 他当过两任的台湾新北市的市长 不管是他的人脉 还是说社会资源 还是资历来说 他都是不弱的 这么一个人 是朱立伦已经明确表态的 那么国民党内部 还有吴敦毅 信任的国民党党主席 在2017年选举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 他选上来的 当然韩国瑜也参选了 但是韩国瑜被刷下来了 后来在2017年的9月份 也是在这个吴敦毅的支持下面 到高雄任国民党高雄党部主委 也是为后来的2018年4月 他宣布竞选这个高雄市市长做准备的 所以如果说起这些 那么吴敦毅 国民党的信任主席 在国民党党内 也是资历很老的一个人 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 当然他目前还没有明确表态说 他要参选这个2020的台湾总统大位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有可能 或者说是有很大可能 是打算参选的 吴敦毅 还有曾经的台湾立法院的院长 王金平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也是一个老政府老油条 王金平也是有意要竞选 这个台湾2020年总统的一个人 虽然说你在竞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这些大佬虽然没有明着去跟你站台 至少也会在暗地里 都是国民党嘛 对不对 他也会支持你 但是到了一旦大家都要各自竞争 总统大位的时候 那么他显然大家都会使出各自的解数 去竞选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前面讲到 一个是国民党党内的初选 韩国瑜出现的机会就很小 再加上他如果说即使出现了 那么他跟这个现任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他跟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还有民进党当过行政院院长的赖清德 这个人是不是能竞争得过 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韩国瑜的资历 社会的实力 各个方面来说 他想竞选台湾 2020年的总统大位 他的实力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的 这是我第一点分析 那么第二点分析 韩国瑜的 他本身的一些主张 包括这个九二共识的主张 他多是不怎么符合当前的台湾的民心和民意的 通过这么几十年的政党轮替 民主政治选举 我个人认为台湾不单单是各个政治大佬 包括在整个的民进社会 在民众当中 台湾的主权意识 已经是越来越强了 当然当有些人谈到这个主权意识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会说 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叫台湾本土意识 但是我倒觉得用本土意识 对目前台湾的整个社会现实来说 我觉得还不是很准确的 应该用整个台湾包括蓝营绿营还是五党籍 包括政治大佬还是民众 我觉得用主权意识可能会更准确 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社会共识里面 对这种台湾主权意识的这种 突行和要求是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你韩国瑜提出的这种 九二共识的这么一个主张 包括以前这个马英九也好 国民党其他的人也好 他们那个时候提出来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现在在这个整个台湾 国民主权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还矜持这个九二共识 我觉得就是不怎么得民心得民意的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在今年的年初 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 40周年对不对 纪念讲话的时候 提到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的时候 然后蔡英文进行了反击 认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九二共识 也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蔡英文这么一反击 瞬间就赢得了台湾岛内 各个派别人的大力的支持 从这里来看就是说 至少在目前已经九二共识 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 台湾社会的主权意识 已经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韩国瑜 他矜持的这么所谓一个九二共识的主张 也可能导致他 如果参选这个2020年的台湾总统 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劣势 观众朋友们 钟景华先生告诉我们 西方追捧韩国瑜 是因为韩国瑜是台湾政治的新潮流 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 韩国瑜的表现呢 左耳不去 形成了独特的韩国瑜现象 但韩国瑜是否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 尚待观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钟景华先生 感谢您的收看